中场联赛在最后阶段掀起的这些高潮 确实是带来了很多的观赏的点 最后时刻 这一下 正说着呢 2比0 终于吃老板了 这球是完全是扛开了 这样的话锁定胜局了 我们说了 最后阶段里面 中场联赛突然间开始展现出这个进球狂潮 这边生花也要来感受一下 也加入到这个进球狂潮当中 邓妈妈再下一个球 这也是他攻入了来到中国联赛 这第二场比赛第二阶进球 我们看一下这下防他的谁 来一眼 今天来一眼完全失败了 今天来一眼完全失败了 这两个球都跟他有关系 一个在追 一个在拉 一个在推 这球 就是一辆 这个挖掘机的状态 相当于 开垦出了一片天地 凿进了对方的禁区 并且最终轻巧的一击 也锁定了这场比赛 这样没办法 就是在局部形成了一个阻碼 我们 还是要说 这是进攻原则之一 的 谢谢大家